返向路上一条轮胎引来杀身之祸 春节前夕团伙制造想劫杀人大案 隐姓埋名漏网之鱼从此亡命天涯 丑丝剥剪 二十余载终将捉起归案 追击二十三年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这是安徽省定远县公安局 1993年的一份档案卷宗 当中记载了 发生在1993年春节前夕的 一起抢劫杀人案件 二十多年来 丁远警方对这起案件一直念念不忘 因为有一名与这起案件相关的犯罪嫌疑人 至今在逃 我们最近根据这个相关的线索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这个前头二十三年的这个孙长起 他呢可能已经化名叫郭春鹏了 2016年7月5日晚上 在安徽省除州市定远县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内 民警们根据新排查到的线索 发现了一个逃亡了23年的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民警们也记不清 这是第几次讨论这个案件了 和以前一样 他们仔细研判着每一个细节 这个人家广东干什么呢 他现在在广东那边已经从事那个做生意了 做得还挺好的 然后经常全国到处跑 但是他这个很奇怪 也就是说他经常到安徽来 这个很多疑点 对这个人很多疑点 这名被警方锁定的可疑男子叫郭春鹏 在广东经营一家生产音响的公司 虽然现在他的户籍显示为广州市 但民警怀疑 他的真实身份 于23年前定远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存在重大关联 卷宗记载 1993年1月21日晚上 在定远县桑建镇与林吉路段 发生了一起命案 93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六岁 因为案发的知道 你知道我的家乡很近 也就10公里左右吧 的路程 我听说有这一帮人 做了很多很厉害 当时说很厉害 很夸张的事情 杀了人去抢劫 然后穿警服 去抢劫什么的 这个我有听说过 23年前的 这起发生在春节前夕的 抢劫杀人案 在当地曾轰动一时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当年的案发现场 这张是当年的办案民警绘制的案发现场方位图 画面中标有序号 二三的路口 就是歹徒行凶抢劫的地方 23年过去了 丁远县的城镇建设突飞猛进 这里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下去管碗就好 位置我就知道 位置我就知道 就在这位置 就在这位置 对对对 我知道我知道 记性又挺病 路夹宽 一会儿拼尿了 死者给龙亭改造 就在这位置 这个路是后盖 汤还是汤 重回苍境的案发现场 当年参与办案的老刑警肖成刚 依然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1993年1月21日 晚上十点多 肖成刚在从楚州公务结束 回定远县城的路上 遇到了受伤求救的人 我们正好赶到这时候 已经刚刚发射 到了九星区南路 也看不当时坚持 咱俩来就这样发射案 你现在跟我们情况一讲 我们立即当时用对讲机 就向上面报 案发当时 四名在上海做粉丝生意的 立新县的村民 连夜驾车从上海回家 准备过除夕 在路过定远县与临起路段的时候 他们在马路中间 发现了一个汽车轮胎 村民们并不知道 这个轮胎是歹徒布下的陷阱 当他们下车查看情况的时候 四名歹徒突然从黑暗中窜出 手持凶器对村民实施袭击 并抢劫了他们的现金和车辆 受害人是身体身上多处被刺伤 最后导致失血性羞壳死亡 另外一名受害人 是当时他们抢劫了这辆车之后 他们把被害人全部赶下车 在准备开的这个车汽车逃跑过程当中 被害人阻止他们开走 然后在他们强行开走的过程当中 在半路上面摔下来死亡的 一番搏斗和混乱之后 四名村民两死两伤 现金一万三千七百日元 被逮徒抢走 由于案发时 路上行人车辆稀少 现场没有目击证人 现场勘察也没有发现更多 有价值的线索 从现场来看的话 当时也确定不了 是一个案件是一个什么性质 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 当时的现场 没有留下太多的东西 但是就案发现场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 警方认为 犯罪嫌疑人在这里作案 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这条路是个当时交通要道 坐舍也有心的人 坐舍也赚了心 从这里走到 其他道路过来 他不是坐舍也的 你看这个当时 八千道府这里 主要的道路 在这一块 由此警方判断 犯罪嫌疑人 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 极有可能是定远当地人 随后 警方一方面排除民警 假扮司机 开着大货车 往返于定远县的机条交通要道 等待犯罪嫌疑人再次作案 另一方面 民警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村镇 以及来往车辆 进行了大量的走访摸牌 当年的这个科技手段还比较落后 因为有什么科技手段 只是通过我们到各地去布控墨牌 发现一点线索 然后我们行人队就跟进 经过走访 民警了解到 在121定远御林级抢劫杀人案发生之前 这条公路上曾陆续发生过几起 拦路抢劫的案件 但由于抢劫的金额较小 很多遭遇抢劫的司机都没有及时报案 直到这次121抢劫杀人案件发生后 警方经过大量的信息归纳和排查工作之后 才让这伙犯罪嫌疑人的形象 渐渐浮出水面 把这个受害人 还有几个 那你其他几个受害人都不带到 到公安局办 找到他去请了解犯罪嫌疑人的 这犯罪分子的这个项目他整 提供到其中有个 这个犯罪嫌疑人项目很重能格的 长得学不干净的 很漂亮 小胡子 名貌重重的 根据他我们又找了一些 找了一些 反正一些画家又画了个模拟画像 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 抓起归案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但谁也没有料到 这个人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次得到他的消息 竟然用了整整23年的时间 团伙落网 一名嫌疑人逃之夭夭 茫茫人海 警方该如何追踪 真可的就是我们进行 再逃日一堂户所谓 多方不空 嫌疑人却耀无音讯 年年遁守 两代刑警不屑追查 我们没有一天放弃 对这个嫌疑人的研判分析 追击23年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根据受害人的描述 警方明确了团伙成员为定员本地人 并绘制了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头像 走访中 一位司机似乎认出了画像上的人 他就将提供到他们家里邻居 一位小孩 曾经见张瑞向这个当 在阴谎工作 经过调查 警方确定 画像上的犯罪嫌疑人 名叫孙长奇 他与同在盐矿工作的汪长村 吕中义 张光等人过从甚密 而在121案案发之后 他们就都没有到矿上上过班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于是警方将这四个人 锁定为121案的重大嫌疑人 开始追查他们的行踪 就在此时 与定员相邻的长峰 肥溪 淮南党地 陆续传来了 发生系列盗窃案件的消息 感觉他犯罪 他挺有手段 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定议警方认为 这个呢 在一个极其案件 他不能发生了极其案件 很可能就是我们定议 再逃热汤湖所谓 定员县公安局 将121定员雨林级 抢劫杀人案 与周边地区的系列盗窃案件 进行案件串并 很快掌握了 这几名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当时我们讲的 这些人喜欢 喜欢在上网吧 打游戏 住在 大部分都住在 陈祥七合 不止死人 住租房里 最后 警方经过周密部署 在定远县周边的 网吧 出租房内 将汪长春 吕忠义 张光等三人 相继抓获 经过审问 他们对 制造121定员雨林级 抢劫杀人案的罪行 供认不讳 但是 团货成员孙长起 却漏网了 自从121案发之后 孙长起 就没有与这三人联系过 对于孙长起的去向 他们三个人也不知道 虽然警方对位于 定远县定城镇 孙长起父母的老家 以及其直系亲属的家 都进行了严密的监控 但始终没有发现 孙长起的任何行踪 我们没有一天 放弃对 这个嫌疑人的 研判分析 每到春节 过年过节 我们的命运都会组织 到他家附近的守候 在二十多年前 办案的信息科技手段 还比较落后 民警们只能凭借 传统的走访调查 来获取一些零星的线索 但只要有一点 孙长起的蛛丝马迹 警方便会立刻跟进 可惜 每一次遁守 民警们都失望而归 孙长起 再也没有跟家人联系过 定远警方 发给各省市公安机关的 协查通告 也始终没有 孙长起的任何消息 这个人 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消失了 我们刑警有一个传统就是 虽然老一辈退休了 他会把他的一些刑结交给 告诉下一辈的刑警 下一辈刑警会传到下下一辈的刑警 我们是年轻的这一辈 但是我们听他们真的说了太多太多次 这种事情了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命案极案的逃犯逃亡了 他们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办完 因为这个案子还有人没有归案 他们心里面始终都放不下这些事情 二十三年来我们没有一天的停下来 不能用老民警退休过以后 将刑警交给下一人民警 这后后的刑警 陈甸甸的刑警 是一个接力棒 同时更是一份责任 二十多年来 121专案组的成员换了一查又一查 老的以青丝变成白发 年轻的一代 接过沉甸甸的卷宗继续前行 直到今年七月份 丁远县公安局新贞大队的民警们 在整理这起案件的卷宗时 忽然有了新的发现 外围排查陷入瓶颈 警方决定落地查证 临时坐飞机赶往了广州 形势突变 丁远警方将如何课底制胜 我们不能确定他的具体的 住的这个楼层和这个单元 追击二十三年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1993年 幽二游定远御林吉 抢劫杀人案案发后 犯罪嫌疑人孙长奇 便畏罪潜逃 二十三年来 定远警方年年不空 却一直查无所踪 直到今年七月份 民警在整理这起案件的 老卷宗时 有了新的发现 由于在案发当年 办案的科技手段比较落后 这张照片 对于当时的侦破工作 没有多大的作用 没有作为证据 放在卷宗当中 它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 它只是放在一个 就相当于复卷 就是把它 就是孙成奇的私人物品 像这种形式 拿了这张照片之后 因为我从警时间也比较短 然后我年龄也比较小 然后并不认识这个 然后就去找 之前的那个办案民警 也问了很多人 然后他们就当时 就跟我肯定说 这张照片 肯定是孙成奇的照片 在确定照片上的人 就是在讨嫌疑人孙成奇后 办案民警 借助当下先进的技术手段 摸拍到了 远在广州的 一名和孙成奇 长得很像的刻意人员 郭春鹏 郭春鹏呢 因为什么呢 根据一些 就是说这个 郭春鹏的这个轨迹 他首先呢 他是陕西籍的 这个户籍在陕西 对 他户口是陕西 原户籍是什么 是 但是他在陕西那边 却没有任何的轨迹 这很不正常 没在那边算 对 然后后来呢 他这个陕西的户口 迁到了这个广州 迁到了广东省 前期调查显示 郭春鹏的出生地 为陕西省商南县 30多岁 才将户口迁到广东省广州市 警方了解到 郭春鹏有两个儿子 但两个儿子的户籍 都在郭春鹏妻子的名下 姓氏也都跟随母亲 尤其是男孩子 不跟父亲一心 对 他有两个男孩子 他最起码有一个 应该姓郭是吧 两个都是儿子 对 这个 很多疑点 对 这个人很多疑点 后来我们把这个 郭春鹏的这个照片 然后呢 我们想下一步看 能不能去找到那个 之前 孙长起他的公友 是不是 公友 对 让他公友 让他领导 之前跟孙长起 有过接触的人 让他来对郭春鹏 进行一个辨认 为了进一步确认 郭春鹏的真实身份 民警将郭春鹏 现在的照片 与多张男性照片 放在一起 请孙长起当年的公友 同学进行辨认 他们看到过这个 第一反应就是 他是孙长起 你们怎么会有 他现在的照片 二十三年了 孙长起 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没有出现过 可是在一堆照片中 孙长起的公友 同学都指出 郭春鹏就是孙长起 然后我们就可以讲 从他的这个信息一半 从他的一个照片辨认 我们错过 经典的新鲜 但是警方前期的外围调查显示 郭春鹏现在在广州的生意 很红火 还经常给希望小学捐款 可以说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成功人士 这种与在逃嫌疑犯巨大的身份反差 让丁远警方也举棋不定 但是留给丁远警方 犹豫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排查的时间越长 越有可能走漏风声 如果搭草惊蛇的话 就会得不偿失 办案民警意识到 不能老在信息研判上转圈子 必须落地查证 所以当时我们向我们的局长 分管局长汇报过和联系 坐飞机赶往了广州 2016年7月23日 办案民警从定远赶到广州市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对郭春鹏的活动轨迹 展开了调查和跟踪 到了之后呢 首先是第一 小区我们当时研判的是对的 可是那个小区非常的大 它在广州市攀渔区的一个 应该是第二大的一个小区里面 当时小区里面非常复杂 然后估计住了有四五万人口 小区这个因为住户比较多 我们不能确定 它的具体的住的这个楼层和这个单元 面对小区复杂的环境 民警们必须确定 郭春鹏居住的具体楼层和门牌号 而这些信息只有通过小区物业 才能得知 当时我因为我们是外地人 过去以后呢 找到当地的物业 我们不能保证这个犯罪嫌疑人 跟物业的人是不是 就是长期在那儿居住 是不是就是说有联系 或者说是认识 所以呢我们不敢 不敢就是就是就是说 这个通过正规的渠道 正常的渠道去和这个物业的人打交道 当时呢通过辖区派出所 就是以什么呢 也核实整栋 整个这一片这一栋楼 有没有姓郭的这样的一个人 让他们把这个所有的信息 排出来给我们 然后我们在中间来证别 经过两天的排查 邦安民警终于掌握了 郭春鹏的准确行踪 我们准确地掌握了 孙晨奇他的这个车 连辆车的车牌号码 一辆是瓦沃XC60 一辆是别克老款的军越 车牌号码我们也掌握 他住在哪个小区 住在哪栋楼 甚至住在哪一层 我们都清清楚楚 以及他上班的地方 上班的单位 在下面的一个镇 我们都很清楚 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 邦安民警研究决定 以送快递的方式 接近郭春鹏 从而确定其真实身份 并对其实施抓捕 但是抓捕行动还没开始 就宣告失败了 以此千里之外的抓捕行动 一场斗智斗勇的心理较量 然后带着我们混进去 然后我们保证不说话 内心功课 科学验证 嫌疑人又将如何辩解 但是我们有相信科学的 我们相信金安 追击23年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7月23日 安徽省定远县公安局的民警 奔赴广州 经过两天的排查 班民警掌握了 郭春鹏的准确行踪 并制定了装扮成快递员 接近郭春鹏 自己对其实施抓捕的方案 但是这个方案的实施 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因为他那个小区是管理非常规范 他全部是单元门 保安都没有权利去打开下面的单元门 我们根本就上不去 针对这种情况 把民警及时调整抓捕方案 加强了对郭春鹏所在单元楼的不控蹲守 其实我们当时是想等着 真实的本期是想等着 郭春鹏下楼上车抓他 最好 最不容易让周围引起轰动 但是民警们在小区里蹲守了一天一夜 始终不见郭春鹏的身影 因为不掌握郭春鹏的邻里关系 民警们担心 在小区里待久了会打草惊蛇 因为那个小区 我们不掌握这个犯地嫌疑 是不是有他的邻居 比较熟悉的这些人 或者他们在一起 可能会就是说 串到这一些 就是说就有陌生人在小区 老是在转 老是在溜 我们当时很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下一步呢 就是说我们把重点 作为他厂区这一块 根据前期调查 民警特质 郭春鹏的公司 在广州郊区的 一个小型工业园内 有生产厂区 厂区因为它的环境 相对比较封闭 它的那个厂房 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厂区里面 通过我们侦查这个厂区 只有一个出口 只有一个大门 只有一个大门 就是说相对 我们这个抓捕 比较方便 根据情报 民警特质 每周一上午 郭春鹏都会到这个厂区开会 按照这个 我们所谓木牌的这个信息上 他八点半到九点 这种直击 肯定要到公司 要去一下安排 一周的这个公司的这种工作 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端 作为一个登顶重点 也就是在他的一个公司门口 明明的在记忆家线里适合 2016年7月25日 上午10点左右 像警方预计的一样 郭春鹏驾车来到了厂区 我们看到他进去了 一眼看到他 我当时就知道 就肯定是他了 然后我穿着变装 当时我就跟在他后面 我看着他上楼 我看着他上了四楼 然后我就没敢再继续跟 我就回来了 虽然民警对厂区外围 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但是厂区办公楼内 究竟是怎样的布局 郭春鹏的办公室具体在哪里 办案民警并不掌握 于是办案民警决定 以调查流动人口的理由 进入厂区 对内部情况 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所以当时在车上 我们考虑 就是说联系辖区的派出所 让他们处民警 就是以查这个流动人口 和这个消防设施安全检查 这一块 然后带着我们混进去 然后我们保证不说话 因为我们一说话 会很容易引起别人的重视 在当地民警的协助下 邦安民警进入了厂区内部 但是在公司前台提供的登记簿上 并没有郭春鹏的任何信息 派出所民警就跟这个前台的工作人员 说明了来历 就是所有厂里面的工人 包括你的这个老板 以及股东 所有这个厂参与人员的身份信息 必须要提供给我们派出所 要登记 所以提供过来以后呢 当时因为我们不能说话 我大概的看了一下 整个的浏览了一遍 就是没有我们要找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不太对劲 于是民警以检查消防设施为有 在厂区内展开了搜查 我转到了他的这个厂房的 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 有一间办公室 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 有一间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为什么说它隐蔽呢 它是那个只有一个门 但是门上面没有挂 比如说什么经理办公室 总经理办公室 没有挂这个牌子 透过门方 邦安民警终于发现了郭春鹏的身影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见那个窗户下面有一个灭火器 我把这个灭火器拿起来 假装做检查的时候 通过这个窗封 我就可以仔细地观察里面人的情况 在确定屋内的人就是郭春鹏后 其他民警迅速赶来 冲进屋内将郭春鹏控制 我们很担心他会从四楼跳下去 因为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全世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到底是谁 他到底干了什么 我们是没有给他上手铐的 没有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只是四个人很小心地成一个包围的一个阵型 然后把他紧紧地包在中间 厂里面的工人 大概也就慢慢开始向这个办公室围拢 在围拢过来的时候 当时我考虑 为了下一步 如果真的围拢过来以后 对我们下一步的抓捕是非常不利的 此时必须尽快确认郭春鹏的真实身份 以便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于是办案民警用安徽定远当地的方言 来试探郭春鹏 当时的原话应该是说 说说我们是电信公案决的 你可知道我们抓捕狗的 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个话 其实如果不是我们电源人的话 不是我们出租人的话 不一定能听得懂这句话 说这个话以后 因为我手抓着他的手腕 抓着他的手腕 你感觉他的手腕一抖一下 而且人的一种本能反应是往后躲 当时他只有这两个动作出来 以后我就一下就签定了我的这个判断 然后我跟派出所的民警就说了 我说你立刻把他们厂区的工作人员安抚住 然后我跟我的同事张良 我说立刻带走 不能在这个地方待 在将郭春鹏转移到当地的派出所后 虽然室内的空调冷气十足 但郭春鹏却一直汗流不止 我看到他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害怕 然后呢 但是他却死不成了 他当时我记得他坐在那个板子上面 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要找我的女士来 我现在要打电话 你们没有权利不让我打电话 你们知道我干什么 这就是说他的 甚至在那一瞬间 他的气势是盖过了我们了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 民警们知道 这只是犯罪嫌疑人 一种心虚的表现 所以民警还是按照既定的方案 对其进行审讯 民警的态度让郭春鹏的情绪 逐渐缓和了下来 他开始对民警的提问有问必答 似乎是早有准备 我就让他说 我让他把这一圈话 全部说完之后 我再问他一遍 发现他前后说的就不一样 他虽然在之前 在心里面演示了很多次 就是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后 要怎么来给自己冤谎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把他这个东西给原得很 原得很漂亮 虽然郭春鹏在与民警的对话中 破绽越来越多 但他还是在做着最后的抵赖和挣扎 这时 有备而来的定员警方 拿出了杀手锏 我们在去广州之前 我们采集了孙春旗 亲生父亲的近爱信息 我们就是怕抓到郭春明之后 郭春明就是狡辩 不承认 不承认自己是孙春旗 但是我们有相信科学的 我们相信近爱 我们有了他 孙春旗亲生父亲的近爱 一旦跟郭春明的比对上 我们就不再需要他说什么 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 和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下 郭春旗再也无法狡辩 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帮他 忽然放声大哭起来 他大概趴在那个桌子上面 哭了大概有十来分钟 当时是内心的确实是控制不了 嚎啕大哭 然后就说了一句 我就是孙默默 在痛苦之后 郭春旗的情绪逐渐恢复了平静 他承认 自己就是定远121案件的主犯之一 孙长旗 并开始向办案民警 交代自己23年来的逃亡经历 当年案发以后 他出来受了很多罪 然后那个递走 晚上就是逃跑的时候 通过这个递走 就是打那种便车 然后还有就是爬火车 偷坐火车 到处跑 干了很多很多事情 包括在工地上面 小工上 打小工 包括去给人家拉美 捡破烂 孙长旗在逃亡的路上 一直不敢用自己的真实身份 只能在一些建筑工地上打黑工 1997年 也就是案发4年之后 他逃到了陕西商南县 改名郭春藤 并结识了当地的一位老村长 他知道这个老村长有这个能力之后 有这个帮他漂白身份的能力之后 他就去客气地去讨好这个老村长 没事的时候就到大家去 经常跟他联系 跟他聊天 给他送一些录制前的这个烟酒什么的 就跟他讨好关系 这个老村长年纪也大了 也就觉得旗下父儿母女 也挺可怜的 有一个人陪伴 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 在郭春藤的情感攻势下 老村长收郭春藤为干儿子 并且给他在当地落了户 有了户口之后 孙长起怕当地公安 对他这个新增人口产生怀疑 所以他没有立即办理身份证件 几年之后 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陈花美 他等了很长时间 跟他现在的妻子 正式结婚了之后 他就把他的户口 牵到了他老婆所在的那个县 在牵完之后 他才敢办的一代身份证 后来夫妻二人 从陕西来到广州做生意 并且生意越做越大 期间孙长起第二次挑白身份 将户籍从陕西省商南县 遣到了广东省广州市 他通过一些相关的渠道 了解到了他的家人 其实生活的条件比较艰苦 物质条件比较欠缺 他想给他们帮助 但是他没有 他不敢 他有为了弥补这个内心的亏欠 他甚至去给新王小学捐款 二十多年过去了 没有人知道孙长起的过去 就连他的妻子 也是在他被抓捕的当天 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但是在这二十多年里 他也曾数次设法接近他 魂牵梦绕的故乡 他出车到兰间往北方去的时候 坐高铁 高铁 这个兰间到北京的高铁不是经过丁运 这个丁运的高铁站吗 他把他从窗户对丁运这个 对丁运的反复都逗 他自己说嘛 我都想逗看机 他最近的一次是到了长丰 长丰跟丁运是交界 长丰县跟丁运是交界 有个叫白龙 他当时的老家蒋吉那边是交界 他说他打了一个出租车 到了长丰 远远的就到了白龙这个地方 然后远远的看着自己的家乡 闻着家乡稻田的情形 向荡案民警 讲完自己二十多年的逃亡经历后 孙长起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他在审讯笔录上 签下了孙长起三个字 这是时隔二十三年后 他第一次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A级通缉令 廖乃健 南 1983年3月20日出生 户籍地址 广西壮祖自治区 宾阳县宾州镇 顾名村委会 夏寨村五队 108-1号 身份证号码 452123 1983-0320-1339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及时拨打110报警 宁静小城里 新婚女子家中遇害 紧张侦查中 嫌疑对象的疑点 却被一一排除 监控录像里的人 是不是真凶 疑似凶器的物品上 又为何留有被害人的血迹 是什么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又是什么 让刑警们捍卫着生命的尊严 无形的证据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